我顺便跟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那个怎么看电脑效能 看你不会买电脑会被骗 好 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那个你的电脑 它的效能的等级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看CPU 你在那个我的 就是你的本机这边按右键 然后直接点内容 好 这边会看到你的电脑的等级 那你们的电脑是 那个i37100 i37100 好 我先把画面还给大家 你可以去操作一下看一下 你的电脑的规格 在那个本机那边按右键 然后选内容 好 然后直接看那个处理器 系统的 系统的处理器那边 那个 对跟电脑的效能最大的关键就是看处理器 那7100是什么意思 后面这个三个数字代表效能 这个7代表第几代 第几代的 然后这个i3呢 现在i3 i5 i7 i7是最好的 i5是中等效能 然后i3是最 最普通的效能 然后下面其实还有那个赛阳的 跟那个小 那个那种叫小便当盒电脑的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般我们 最少最少学生用的 都会用到这个效能 那如果各位老师 老师要用 因为你会用到的场合比较多 然后又要远距 远距的同时又要秀电子书 对不对 还要有一些操作 或甚至有一些互动的软体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等级 事实上 会很辛苦 你的电脑会很卡 就是一边 开MIT 一边开电子书 然后一边跟旋互动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卡卡 他好像有点不太理你这样 所以 你们现在的这台电脑是这个等级的 而且它是第七代 现在的电脑已经 Intel已经到第12代 你去外面买 如果还买第11代的 就是买到旧电脑 那这个电脑是第7代的 所以更旧 那更旧里面 后面这三码 从100 200到400 到600 700跟800 数字越大的效能越好 所以这个主机是最烂的 效能是最烂的 所以你从这个型号去上网去查 可以发现它会跟你写说 这个可能是两核心 两核心的意思就是说 它两颗CPU 那所以它的 它的多工的效能就不好 就是你同时操作很多个软体 它就会受不了 就会很慢很卡 那一般我们 像这个i5的 都是四核心 四核心 然后八直直训 就是它一个人 可以当两个人用的意思 它有四个人 所以有八个人在帮你处理事情 然后再上去 这个就是八核心的 所以如果各位自己要去买电脑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远距时代 你不要买低于这个的 这个我都还觉得很卡 就是像我们一次会操作很多软体 就会很卡 所以我像我买AMD的 我就会买6核12去上 但如果买eTail的 就至少会买到这个上 你不要再往下买了 学生 学生用这个两核心四个执行序的 就已经是学生是差不多刚好 那你可以稍微再好一点 那如果是你真的不行 因为 你看你又要操纵手写板 又要跟它MIT远距 然后你要开个电子书 然后也许还要弄一个放大书巧软体 还要执行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就会发现那个真的不行 电脑很大 那如果你还要做混层教学 各位混层教学 你是不是要把今天上课的内容一边录下来 然后丢到网路上 他没来上课之后可以看YouTube补课 对不对 那你还要开录影软体 所以你是一次开了好几个软体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等级以下的 你真的就是操作会非常的不顺畅 会想要吐血这样 所以电脑稍微要挑一下 所以如果你们的MyViewBoard在这个电脑上 其实MyViewBoard的 执行的 它需要一点电脑的效能 需要一点电脑效能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 弄起来很卡很不正常 请你原谅他 因为这台电脑效能真的不怎么样 好 对这是额外提的